每一位都能夠心被恩感歌頌神 阿們 大概兩年多 都不曉得耶 厲害齁 在這兩年多來 其實 有學校雖然女生很少 然後我通常會去那個校也跟學生一起聚會 通常要有姊妹去我 我比較自在 不然旁邊都是男生 然後我就覺得不太好 雖然我教書的時候都難的 但因為說 比較多花時間在自己讀主的話 或者是跟主的導告上面 就是跟以前比起來好像有更多一些 然後也不會排斥這件事情 那就是感謝主讓我對這個 真理上面有更多一些的胃口 對 我覺得自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因為 因為我跟我哥的關係一直沒有很好 就是 他是一個偏激的人 又急歪的人 然後 就是這樣很難溝通 然後我覺得因為要結婚的關係 然後 而且盛偉的個性比較遠跨 所以其實就是當 跟我們家的一個類似熱畫鏡 就是我跟家那時候相似比較融洽 好 香牌啦 我有點算是先跟大家分享 我們富邦也要提出一個新的計畫 就是銀行跟證券要合作 然後有成立了一個團隊 目前是15個成員 那當然找我們去一定要給我們好康嘛 所以他提出的條件是底薪加30% 然後整包的年薪是加20% 對 然後目前我應該是在團隊裡面 對 所以明年1月1號開始可能就有一個變動 不過收入上也有 它是持續不斷的發生 就是這個 主的恩典就是 每一天每一天的一點一點的交關在我們身上 這些都是可以 我記得在前幾天吧 另外就說 我們主 就是主的恩典是我們 需要醫院或是大陸那邊 我一個 自己認為就是 在正軌上的一年 然後 我覺得 也一切都 還蠻好的 然後 在這個之中 就是從 當時一直 讓人很攪擾 但是裡面是有平安的 然後給那個平安就是因著 丟姊妹的禱告 我們才能夠 就像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雖然那個 那個難處 大的跟山一樣 山足那個恩典 就像水一樣 折一些長高 然後越過 另外一個人 然後進來 然後 他姊妹也在附近的地方上班 然後所以他們夫妻就跟我一起 小排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嗯好像來了一個救星這樣 其實那時候我就有跟我爸交通這件事 黃晨晨生日快樂 黃晨晨生日快樂 大晨哥可悅姐辛苦了